小月 明天早上咱俩吃早饭去呗 最近附近开了一个新的混沉面 就说特别好吃 吃早饭约别人吧 早上我不想起床 吃早饭这种事能省不省吧 我跟你说 大家千万别跟他学 这个早饭对身体的对营养供需是特别关键的 那倒是 要不这样吧 我明天早上给你带点豆浆油条 要不是我这搭档就是体贴呢 还给我带早餐 但是这个豆浆我是有要求的 我要卸磨豆浆 因为现在很多商家喜欢在豆浆里面加水 还有就是很多商家是拿粉冲的豆浆 根本就不是磨出来的 还有这个油条 油条炸出来的太油腻了 早上吃不好 我不要油条了 我要吃点汤汤水水就消化 好 你吓人 大家看到了吗 不吃则已一吃 你也太讲究了吧 我跟你说 这个早餐我要睡过去就算了 但是如果要吃的话 早餐是一定要好好讲究的 早餐是人睡醒后的第一次进食 也被看作是人一天当中最为重要的一餐 因为早餐距前一顿晚餐的时间较长 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 体内储存的能量已经消耗殆尽 苏醒后的机体要进行紧张的工作和学习 就急需补充能量和热量 当然 时至今天 吃早餐已经不单单是填饱肚子了 早餐越来越成为了一种饮食文化 放眼中国 各地的人们根据当地的物产和风味习惯 创造出了更多多姿多彩的风味小吃 在更加注重营养善食的今天 如何健康安全的吃早餐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一般就是面条 鸡蛋 米饭 稀饭 早饭做的是那个卤面 吃两个小蛋糕吧 今天早餐油条打的汤给孩子 稀饭 油条 大家喝豆浆的话肯定会有一个营养价值 但是豆浆搭油条的话 可能没有过多的营养价值 只是说我们一种习惯的吃法吧 豆浆的营养价值在 但是油条没有什么营养吧 豆浆应该挺有营养的 油条应该是不宜每天都吃完 现在就觉得高油的吧 油条不如以前吃的多了 然后是那个豆浆的话 就可能很适合的还好点 一杯鲜豆浆天天保健康 早餐喝一杯新鲜美味的豆浆 已经是很多人的习惯 但是网上一直流传的 现在很多商家说卖的豆浆 就是用水勾兑出来的 已经没有原先豆浆的营养成分 甚至还有人称 有些豆浆根本没有大豆在里面 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教给大家 如何在家中鉴别优劣豆浆 在教给大家方法之前呢 我们先卖一个关子 我要先问问学生妹 小雅同学 你平时在学校里喜欢喝豆浆吗 超级喜欢喝豆浆 为什么喜欢喝豆浆 因为豆浆吧特别容易买 在哪个窗口都能买到 就比较方便 而且豆浆还有各种各样的口味 特别受我们女孩子喜欢 红枣味的黑芝麻味的原味的都特别的经典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有的时候买到一杯豆浆 特别的纯 豆香味特别的浓 但是有的时候买到一杯豆浆 就感觉味道特别的寡淡 对 口感也不是特别好 而且有的时候买的这个豆浆 就感觉它挺浓的很好喝 但有的时候那个豆浆就特别不比的淡 连一点大豆味都没 所以说我就特别怀疑 像这样的豆浆有可能是掺了水的 甚至是有可能是勾兑的假豆浆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就要教大家一个方法 如何在家里就能轻轻松松的 鉴别真假优劣豆浆 接下来我们实验开始 这三杯豆浆呢 是我们的实验员在市场上随机购买的三杯豆浆 接下来我们就来鉴别一下它们的优劣 首先我们把三杯豆浆分别倒入到 这一个烧杯当中 好的 现在三杯豆浆已经分别倒入到了烧杯当中 接下来就是神秘大咖出场的时间了 我手里拿的这个神秘物质呢 就是鉴别豆浆优劣的关键步骤 当我们把这个神秘物加入到豆浆里面的时候 如果豆浆产生了白色絮状的沉淀物 就说明这是一杯好的豆浆 如果加入神秘物质之后 豆浆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就说明这是一杯勾兑的 或者说是假的豆浆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它加入到豆浆当中 好的 现在我们已经把神秘物质加入到豆浆当中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目不转睛的看这些豆浆会不会发生变化 好的 现在五分钟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豆浆到底是优质豆浆还是劣质豆浆 我们端起来一看 贬值分晓 首先来看一下我面前的这一杯豆浆 神秘物质加进去之前是什么样 现在还是什么样 完全没有任何变化 完全看不到任何的絮状沉淀物 所以说这一杯豆浆是劣质的 是假的豆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杯 第二杯明显的可以看出来它分层了 上面这一层是比较淡的 下面是比较浓稠的 而且仔细一看的话 有一些丝丝的絮状物产生 也可以看出来 在里面 但是面积不是很大 所以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实验员买到的这一杯豆浆它是真的 但是它的豆浆的浓度不是特别高 换句话说 就是这是一杯掺了水的真豆浆 接下来的这一杯就不得了了 绝对是货真价实 一目了然啊 分层特别的明显 而且续状物全部都漂浮在上面 可以说是相当的明显了 看到非常明显的漂在上 对 续状物的面积也是很大的 所以说我们的实验员买到的这一杯 是货真价实的优质豆浆 可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就疑问了 你们两个到底加入了什么样的物质 产生了这么奇妙的化学反应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其实我们加进去的不是别的 就是酒精 因为酒精可以和豆子当中的蛋白质发生化学反应 就可以产生白色的絮状沉淀物 如果家中实在是没有酒精的话 也可以用白醋来代替 因为白醋当中含有有机酸 有机酸也可以和蛋白质发生反应 产生白色的絮状沉淀物 所以说在家里鉴别优质豆浆 还是非常的简单 好普方便的 大家不妨在家里试一下 小小同学 优劣豆浆已经一目了然了 现在作何感想 原来买豆浆我只觉得它在味道上可能会有点差距 但没想到它本质上竟然有这么大的变化 你说我原来得喝了多少假豆浆 所以说买豆浆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 学会了我们今天的优劣豆浆鉴别大法 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喝到劣质的豆浆了 接下来您将看到 家中使用的吸盘挂钩经常无故脱落 或无法承受较重的物品 您是否也有这样的烦恼呢 今天加油小妙章教您固定挂钩好办法 小玉 这是不是你的 你化妆间的这个衣服挂钩又掉了 对啊 我这个挂钩怎么又掉了 这挂钩总是掉烦死了 特别 你看 粘得好好的吧 一挂东西它就掉了 关键时候掉链子是吧 但我跟你说这样挂钩其实挺好的 我平时买的那种胶粘的那种挂钩啊 就是粘在上面的时候 每次拿下来都能把那个墙皮给掉了一个圆 所以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所以我才用这种 这种就感觉往哪一贴就能粘上 特别方便 但是就是很多人在用这种挂钩的时候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就是要能挂钩 是 往这个墙边上一贴能挂住东西 但是挂块还掉了 有的特别是在浴室里 还有一有水性 水蒸气 立板就滑下来了 所以到底在怎么办呢 这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就加点辅助功能啊 让它牢牢的贴在墙上呢 嗯 所以接下来 我们马上去问问我们的妙招宝贝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一凡 生活当中 大家是不是会经常使用到吸盘挂钩呢 但是啊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 它经常会松动脱落 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 可以让它稳稳的吸附在墙面上呢 那一凡今天呀 也是做足了功课 从网上啊 搜索到了四种方法 分别是将这个护手霜 牙膏 还有鸡蛋清涂抹在吸盘的表面 那第四种方法呢 就是用吹风机 将这个墙面跟吸盘吹热 那这四种方法究竟管不管用呢 我们赶紧去阿姨家实验一下吧 那阿姨啊 您平常怎么用这个吸盘挂钩呢 我平时用啊 嗯 就是这摁上 摁上 对 那它牢固吗 不牢固 不牢固啊 在卫生间它那个气大 气小的时候是吧 对的 只能挂个毛巾 只能挂个毛巾 挂重了 它是不是就掉下来了 对 也不能十年长了 十年长了也会掉 那今天呀 我就带了好几个这个吸盘挂钩 而且呢 我从网上查到了很多方法 那今天呀 我们就来实验一下 这几种方法 到底管用不管用 好 那咱开始吧 好 好的 那首先呢 我们先将这个吸盘啊 用普通的方法粘在这个墙面上 阿姨啊 你看我觉得我刚挂上 我觉得挺牢固的呀 你看 哎呀 你这是刚挂上 方弄上 挂上一会儿就掉下来了 哦 嗯 一会儿就掉下来 阿姨啊 你看我准备了护手霜 网上有人说啊 用这个护手霜 涂在这个吸盘上 然后呢 我们把它挂到这个墙面上 就会变得牢固 是吗 嗯 可能 可能吗 我觉得那个这个 本身就滑 哦 滑 嗯 滑上一会儿 它不掉下来 滑下来 您觉得这种方法 是不管用的 我觉得不管用 那咱呀 还是赶紧操作一下 操作一下 谢谢 来阿姨 您向这个吸盘上 涂上这个护手霜 好 现在呀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吸盘上 已经全是这个护手霜了 那阿姨啊 咱赶紧把它吸在这个磁砖上 把它吸盘 哎 是有点打滑 哎 对对对 确实 对吧 你看 很滑 嗯 那我现在把它摁住 试一下哈 我觉得还是很滑 那阿姨啊 那阿姨啊 我在网上看到的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用这个鸡蛋清 涂抹在这个吸盘上 您觉得这种方法 会不会管用呢 这种方法挺奇特的 但是我的感觉还是打滑 打滑 嗯 那您觉得这种方法跟上一种方法比呢 我叫的鸣 鸣 鸣 是吧 那它到底管不管用呢 咱还是通过实验呀 来看一看 那当然了 阿姨 这个鸡蛋呀 就交给您了 由您来操作一下吧 好 我摸鸣均匀了 对 那现在呀 阿姨您赶紧贴到这个厨板上 看一下 试一下 试一下 这行吗 可以 哎呦 别打滑 阿姨您试一下 晃一下 试一下 不行 哎呀 也是非常的滑呀 是啊 阿姨呀 通过刚才咱的试验呀 前两种方法都是白搭 都不管用 我觉得呀 这第三种方法 说是用牙膏涂抹在这个锡盘上呀 我估计呀 这种方法也悬 肯定呀 肯定不行 对 它也很滑 是啊 那咱呀 赶紧再试一下 试一下吧 不行啊 也是不行 我们发现第三种方法 对 也是很滑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说明这种方法啊 哎呀 它都掉下来了 完全吸不住 大家看一下 对 掉下来了 不行啊 阿姨呀 通过刚才咱的实验呀 第三种方法呀 钢贴上去 晃几下就自己掉下来了 对 我觉得啊 这个方法更差劲 更差劲 难道我搜的这种方法都不管用吗 是 第一次不敢用 没关系阿姨 我还有第四招 第四招啊 我保你满意 这第四招的道具呢 就是吹风机 这个我没用过 没用过是吧 我没试过 第四招呢 我搜到的就是 用这个吹风机呀 在这个吸盘上吹 吹把它烤热了 然后呢 它就可以非常牢的 粘在这个墙上了 哦 那这第四招 您觉得怎么样啊 觉得还行吧 试试吧 跟其他的 是不大一样的 是吧 哦哦 对啊 嗯 那这招到底管不管用呢 咱还是实验一下 放不动 我今天是 看这个妙招 挺好啊 哎呀 您觉得这第四种方法 怎么样啊 这第四种啊 嗯 挺牢固的 非常牢固 挺好 嗯 你看 对 完全是不动的 嗯 但是呀 咱这种 用眼睛看 根本就观察不出 它到底能不能沉重 那今天呀 我也是做足了功课来的 我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1.5升的矿泉水 哦 接下来呢 我们就向每个吸盘上 挂一下这个矿泉水 看一下它能不能沉重呢 那第三种方法 在这个吸盘上涂上涂上涂上牙膏这种方法 是直接根本钻不住 早就已经掉下来了 那阿姨啊 咱接下来再实验一下第四种方法 看看它是不是能沉重这三桶水呢 好 来 阿姨挂第一个 阿姨怎么样 这个方法管用吗 这个管用 使用吹风机固定吸盘挂钩 首先将吸盘挂钩与墙面擦拭干净 用吹风机将挂钩的吸盘与墙面吹热 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 在墙面与吸盘还没有冷却时 将吸盘挂钩安装在墙面上 这时吸盘挂钩与墙面会迅速冷却 挂钩的吸盘收缩力度敲大 会将吸盘挂钩牢牢的固定在墙面上 夫妻 我已经知道我们有一个章子 你不当家长 你不知道 这小朋友在家里腹泻拉肚子 家长特别着急 给我打电话问我 有没有什么 这个具体招 知道吗 密方 你还有这个特异功能呢 你快跟大家说一说 我现在第二季有很多的宝巴 这孩子不学到底该怎么办 其实啊 我真的喜欢患上 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又没有小孩子 对不对 那你怎么给人指的招啊 但是我在网上看到一招啊 就是说进食 就是说别吃东西 你养着不吃东西 这当然就不会不屑了嘛 就不吃就不怕你是吗 从根本上断绝这个隐患 不行 你大人还能挺一体 你像宝宝 本来体质就弱 然后已经拉得虚脱了 你再不让他进食 那肯定养不良啊 再昏过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 好不可惜 那到底具体孩子腹泻该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请专家 给我们支支招 孩子在夏天的时候 都喜欢吃点冷饮 但是如果冷饮吃多了 就会生出些毛病 比如腹泻拉肚子 接着上网搜了一下 竟然发现了一个这样的说法 儿童腹泻要进食 这是真的吗 我觉得不对吧 我觉得不是吧 也不是 是瘦点就是吧 对 因为他本身他已经空腹了 他肚子里没有什么东西的话 他肯定排泄的次数也会降低 儿童腹泻要进食是真的吗 儿童出现腹泻的情况非常常见 造成腹泻的原因也有很多 比如细菌感染 病毒感染 食物吃多了 吃凉了 都有可能引起腹泻 腹泻可能会伴有肚子疼 呕吐 发烧 食欲不振等症状 认为多吃多拉 不吃不拉 是很多家长给孩子进食的原因 可是也有一些家长并不认可这种进食疗法 小儿腹泻不必进食 按医主用药 注意水分和电解质的补给 腹泻不用进食 尤其是对孩子 传统的腹泻治疗方法 主张让孩子进食一段时间 其实 重要不利于身体的营养补充 由此看来 对于儿童腹泻要进食的说法 双方各执一词 究竟哪一方的观点更具有科学性呢 有的时候家长可能觉得他这个拉肚子啦 胃肠道功能不好啊 就少给他吃东西吧 然后这个免得增加他肠道负担啊 什么这些 这些想法出发点是正确的 但是呢 执行起来可能不应该这样 从专家的解释来看 儿童腹泻要进食的说法是不科学的 进食会导致孩子脱水 便解除紊乱 酸中毒 时间长了 还会导致营养不良 吃东西的目的是要保持消化大的正常功能 这样才能更有利于病情的恢复 但是专家也提出 有些情况还是需要短时间进食的 一般来讲 如果要是伴有呕吐的腹泻 越吃越吐 会尝到刺激 那这种情况下呢 呕吐的孩子前四到六小时啊 是可以让他心不吃东西 让胃休息一下 然后开始逐渐喂养 由此可见 如果儿童腹泻并伴有呕吐症状时 还是需要短时间进食的 但是一般不要超过六个小时 一旦呕吐症状缓解 就要给孩子喂水吃东西 但是问题又来了 腹泻期间的孩子该吃什么 又不该吃什么呢 吃多还是吃少呢 喂养的原则呢 一般来讲呢 是由稀到稠 由少到多 当然也需要进食那些生冷油腻的东西 看来儿童在腹泻期间的饮食 还是有些讲究的 根据病情的恢复情况 吃的食物也要由稀到稠 饭量由少到多 逐渐过渡 当然除了腹泻期间不能进食以外 补充水分也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儿童腹泻可能造成脱水症状 如果排便次数少 正常喝水就可以 如果排便次数较多 不仅需要补水 还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 口服补业或者经脉补业 同时专家还提醒 如果孩子发出腹泻 最好第一时间流变 送到医院化解 这样有助于准确地判断出 孩子腹泻的性质 以便有效地治疗